8月17日 中国最北运营高寒高铁哈尔滨至七加哈尔高铁开行运营5周年 5年来 哈齐高铁动车组安全运行3944万公里 累计载客运行24000列次 运送旅客超6000万人次 为中国高寒地区高速铁路建设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黑龙江省是我国纬度最高的省份 冬季最低气温达零下35摄氏度 冬下温差达70摄氏度 哈齐高铁开通运营以来 以250公里时速安全运行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 对动车组进行了19项防寒改造 保证风雪天气 动车组列车安全顺畅上线运行 我们跟常客组建了一个专门的研究课题团队 这种研究课题团队的专门针对于 包括高寒高铁整治项目 进行专项整治 同时也是进行了一个专项的高寒改造 这种改造项目一共我们进行了19项 通过这种改造的方式 不断地积累 不断地摸索 让我们动车组在哈齐五周年 保证它的运行品质持续攀升 五年来 哈尔滨局集团公司 针对旅客出行需求 不断优化调整哈齐高铁列车运行图 动车组开行数量有每天20对增至30对以上 高峰时段每20分钟开行一趟实现公交化运行 现在乘坐高铁出行的主要以商务出行 公务出行 还有学生流为主 那么现在还有一部分是乌工流 他们原先乘坐绿皮车 需要到哈尔滨需要三个半小时 那么现在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 我经常来西街哈尔滨是因为探勤 在没开通高铁之前又慢 然后环境还不是特别好 然后自从开了高铁之后 时间上大大缩短了 然后在环境上车厢的纪律方面 都比以前牺牲了很多 然后使我们的乘坐感受更好 同时为满足游客出行 哈尔滨局集团公司打造出一小时旅游圈 催热了龙江周末游 城际游 高铁一日游 有力带动了沿途各地旅游经济发展 大庆失地 杜尔伯特草原 连环湖成为广大旅客必属圣地 咱们这个高铁开通五年以来 从传统的这种游客出行方式 出行方式更加便捷了 作为游客来讲 他从出行的时间 距离 和他这种旅游空间上 有了一个更好的规划 那么他们也真正的实现了 叫做快旅漫游的这种 高铁时代的这种旅游模式 哈奇高铁目前与哈姆高铁 哈加高铁相连 构建黑龙江省 一至两小时经济圈 连接哈大高铁 进而并入全国高铁网络 加快了哈大旗工业走廊的物流 客流流通 有力推动黑龙江省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